阿玉叫你签字 你怎么还不签 告诉我 你和阿玉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 否则我不签 老宅晚宴那一次 我喝多了 和她发生了关系 她怀了孕 那天阿玉喝多了 不记得 事后我仓皇逃跑 为此还打破了阿玉的脑袋 原来池玉那晚找的鱼 啥呀 没想到 池祖和阿小姐 还有这样一段甜蜜的线红 还真是命定的缘费啊 嗯 是啊 还不快签字 不认出去 等等 今天电话宴上这么多人 我怀着运不方便 不如你给我当一天佣人 我给你开工资 你觉得呢阿玉 阿玉 你别欺人太甚 别急着急着 你的孤儿院 不是缺随吗 好 给我一百万 我就行 你怎么不去抢啊 是你说要给我开工资的 现在又开不起 丢不丢人 谁说我给不起 好 你扫我吧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滚区给我拿杯酒过来 阿小姐 你真怀孕了 当然 那你还喝这么多酒 不怕孩子长畸形吗 孩子还在喝酒 真是 医生没跟他说嘛 瞧他那种喝法 好像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他还穿着高跟鞋 该不会 真是假怀孕吧 我看就是假怀孕 阿玉 怎么回事 怀孕一个多月了 你这个不知道吗 不是 我只是不尝喝酒 我只能忘记了 阿玉 陆小玉他真是挑拨离间 阿玉伯父 你们不要相信他 不 这是 持家的宝贝孙子 可不能粗心大意 讲证明很简单 你们持家不是有家庭医生吗 做个血检就知道了 陆小玉 谁允许你对我持家呼来喝去 安然怀孕 是我陪着去做的体检 难道还有假 再呼叫蛮缠 我就要报案把你丢出去 大姐 我就是很好奇 阿玉不是说 持狱不济的那晚的女人是谁吗 那她是怎么证明的 我自有证据证明 何须向你解释 虽然我签了字 但还没有去民政局 离婚协议就不作数 你不说 我就不死心 安然的后腰上 有颗朱砂痣 那晚的细节 我也都记得了 要我讲给你听吗 不要听 朱砂痣 巧了 我也有意义 点击下方 观看全集 不知 她的 感谢观看